告訴我那裡的震盪 好萊塢最性感年輕球的 洛河一線狗秀女星 瑪麗莎麥卡錫 洗手合作最新新劇 除了有超夢秀的球段 當然也有生日嘉賓 想要核彈 我沒要跟你說 你根本不知道 你現在有多危險 給人家回來啦 綜藝鬼才 沈玉琳和小甜甜 竟然紅到盡心好萊塢 還能和大哈巨星同台標戲 但仔細看怎麼都覺得怪怪的 我為零水根本就不行 你敢問嗎 沒辦法 但我不行 我來死 明明是好萊塢電影預購片 怎麼男女主角的對話 都是講台語 其實這是片上 為了宣傳電影所自作的 酷手短片啦 而且還是第一次 有好萊塢預購片 找來兩大諧星 搞笑亂入其中 讓不知情的網友看了 還以為他們真的是 最近居好萊塢市場 大挑戰是要跟小甜甜 連隊熟悉 一般來講 像我們這種應該就會配美女 沒有想到他們安排的是小甜甜 預告片男女主角變成沈玉林 和小甜甜變上初期週 受訓一票網友 打破以往都是網友發揮巧思 對你啊 什麼時候請我喝喜酒了 其實我已經有一個男朋友 他女朋友一大堆 沒有一個他喜歡的 周董和昔日恩師 吳宗憲的露鐵事件 鬧得沸沸揚揚 網友乾脆 CUSO電影 滿月酒的海報 把男主角通通換成 周杰倫和憲哥等當事人 還有最新電影總統遊戲 被網友惡搞成 馬英九遊戲 網友搞創意 騙商也跟進 無非就是希望能吸引民眾目光 這張凱亮網 孟廷台北採訪報導